好 中国大陆现在要反制美国 也出了重手 就除了这个加根者之外 现在要反制美日的晶片制裁 中国大陆从9月开始 禁止无人机出口 已经有相关商务部的一个告示都出来了 商务部 海关总署 还有国家国防科工局 他们现在目前发布了最新的一个公告 就说对于无人机相关的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这相关的一些公告已经贴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一波的管制包含了 无人机的引擎 通讯设备 还有雷射测距零件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看到了 反无人机干扰系统 这次的限制范围也会扩大到消费者的无人机 任何民用的无人机 也不得用于军事目的的出口 大陆的商务部发言人提到 他说这次高效能无人机 因为具有一定的军用属性 所以他其实实施这种出口管制 是国际惯例不针对特定任何的国家或是地区 那现在目前 当然大家讲到无人机就会提到大将 他已经算是全球龙头级的一个品牌 他对于这个大陆的实施出口的一个管制措施 他们讲说一定会严格遵守 并且执行出口管制的法律 那从未设计过任何军用的军事的设备 也未曾在任何国家销售用于军事的产品 那我们看这个大陆官媒 就央广的微信公众号 预约谈天 他提到为什么中国大陆要管制 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出口呢 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首次 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措施 关键就在于这个反制系统 无人机的反制系统 因为他使用的场景 包含了重要的场所 以及重要的设施 重点设施 保护还有安全保护 这些军事防御设施 所以一旦他限制了这一个 可能就可以掐住一些特定国家的这个咽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全球都仰赖这个大疆无人机 这个大疆无人机 它现在过去有曾经被美国列到黑名单当中 但是它其实仍旧是在全球的市战率 超过七成以上 算是非常具有领导性的品牌 其实我们在台湾 你常常在买这种无人机 也几乎都是清一色 全部都是大疆的 所以市战率非常的高 那目前全球无人机的专利的这种领域里面 有大概9.4万多件 大陆其实占了七成以上 美国现在大概只有排名第二 可是你看差距非常的多 它大概只占了11%左右 所以大疆他们现在这个全球策略的负责人 他说或许最不幸的事情 是大疆的无人机非常可靠 而且已经成为一个非选不可的品牌 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 其实其他国家是现在没有办法再 购买得到这种大疆无人机的 牛潭琴他这个大陆的一个关注 等于说新华社背景的一个公众号 他提到美国跟大疆无人机 就是大疆已经被美国的航太业者 控告侵害专利大概有86亿元 那这场专利战是美国对大疆下黑手的第一步 不排除还有其他专利要狙击这种大陆的企业 所以现在澳洲的边防也开始在停用 可能也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 在停用大疆的无人机 在进行一些安全的审查 那另外为什么无人机这么的重要 因为就是在俄乌战争当中 看到了很多使用无人机的这种场景 比方说最近有看到 这个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炸莫斯科 那俄罗斯的国防部有讲说 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他们的防空系统就击落了44架的乌克兰无人机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开始有这样的反制措施呢 其实也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制裁 习近平就喊出来了 现在科技的仪器设备要全面的国产化 要好好打好这个科技仪器设备 操作系统以及基础软件国产化的攻坚战 彭博就解读了 他说现在中国大陆面对到美国的制裁 其实他们大量生产成熟制成的一个晶片 反倒是让欧美应该要警觉 因为尽管美国寄出这样的一个出口限制 可是你看现在欧洲跟美国的这种官员都很担心 如果遏制大陆的半导体产业 反而就是它会更快速的扩张 根据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协会统计 预估到2026年的时候 大概大陆就会建造出26座200毫米 以及300毫米晶圆的一些晶圆厂 可是美洲地区只有16座 所以中国大陆的产值跟产量是遥遥领先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无人机在中国大陆的应用很广 而且它的生产制造能力很强大 有很多功能特别强大无人机 它可以用在军事方面 我们叫做军民两用无人机 在2015年的时候大陆就对这样的 一款无人机已经有限制了 也就是说你的飞行到300公里 续航可以一个小时以上 起飞重 还有就是说你的光学的 奈米的系统更强大 你的雷达的定位系统更强大 测距离更强大的话 这些是管制的 现在的管制更严了 这一波的管制是暂时设施 暂时措施是两年9月1号开始 然后到2025年的9月1号之前 这两年内 并不是说不准出口 而是要经过批准 以前是你只要有订单 你就可以出口 现在是你有订单 你要经过批准 那出货的 你必须要确保这件事 就是说你要知道对方 要用在什么地方 而且你应该要知道对方 可能会用在哪些地方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 不能够被用在军事冲突上 不能够被用在武装冲突上面 不能够被用在恐怖分子的攻击上面 换言之也就是说 我的机器不能够被用在 恶物的冲突 或者是现在所爆发的内战 或者是有一些政变 都不可以使用大将的无人机 或是中国大陆无人机 因此出口商他就必须要确认 对方是不能够把你的东西拿去转卖 或者是流入黑市 或者是你要确定他用在哪里 等于是这个整个审核就更加的严格 好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把功能 拉得很小了 例如说起飞重 7公斤就不行了 所以你载弹 例如说你的炮弹 那就不可能了 因为你起飞重 然后本身的机子不能超过4公斤 然后你起飞重7公斤的话 你想你一颗炮弹要几公斤 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就抓 而且不能够空中投射 以前是空中投射 美国有很多 Amazon他们对于他们的 美国的很多社区 他们在配送货物的时候 他们都是用无人机 那是要投放 可是无人机要投放之前 它会有一个雷射去测距离 那个测距离是很准的 现在那些都不行 有这些功能的 所有的都不可以卖 所以我想不是不可以卖了 要经过批准 那你想除了对于乌克兰的战争 对于很多地方的战争以外 坦白说对于欧美的很多国家 那么他们使用这个无人机 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限制 那因此美国的军方 其实也是大量使用中国的无人机 那他们也都开始被限制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于 很多欧洲美国来讲 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它的关键的零组件 因为它不只是整个无人机 它包括零件都不能够卖 卖都要经过批准 那你本身有进口的 它坏了怎么办 好 来 无人机老师 其实这个在无人机这个 新兴的这个工业产品领域 中国大陆大概是全世界名列前茅 对 那大疆事实上是主要是使用这个生产 民用无人机的 它在全球市占率这边写大概70% 70% 你在这个全世界很多你买到的这个无人机 都是大疆 在台湾你就要上网站去网购 买来也是大疆的 对 在台湾你到有的时候海边 很多人在玩那个无人机 你看它玩的大概都是大疆的无人机 所以大疆这个产品 不只是说在全世界 这个是一个非常风行的产品 而且就在台湾也是一样 像我们新闻部空拍机也都是 都是大疆的 因为它的型号非常的多种 而且操控简单 然后这个功能也蛮多的 不过这次中国大陆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它是几个部会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房科工业组 中央军委联合发这个命令 基本上主要是针对有军事用途的 包括零件跟最后的成品 对 他都控制 可是大疆这个公司在大陆这个 政府的这个进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所以要出口输出要经过许可 大疆公司马上也就做了宣布 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制造设计 任何做军事用途相关的 这些无人机 所以大疆基本上就是一个民营的 可是为什么 这个对中国大陆对这个 有人在猜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设这个禁令 最主要还是俄乌战争 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在这个 整个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无人机的使用率 已经非常的高了 它在战场侦查 然后战场这个参战 然后事实上以最近来讲的话 这个乌克兰 那前两天在这个攻击俄罗斯 莫斯科的商业区的 也是用无人机 那种无人机看起来 不是真正的军用无人机 它很可能是民用无人机 就有改装的 因为它的那个基本上很难侦测 那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是说 把这些成品就明白了就表示说 我不要 我不准出口 也就是说任何将来 有人要栽账说 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 或哪里战争 它协助哪一方 这个从根源里面就禁掉 那中国大陆的军用无人机 都不是大一样生产 以这个所谓的双尾鞋也好 或者说的它的无针漆系列 都是另外的厂 专门生产军用无人机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正好显示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事实上在这个产业界 是须于领先的地位 好 店长 对于大疆无人机的可靠度如何 不要问小店长 你去问YouTuber 你问问B站的这些博主 他们用的是什么 都是大疆 你看开箱的都是大疆 你有看到其他牌子吗 当然可能有 很少就是了 所以我们要这样讲 刚刚介大使有提到 有关于型号以及功能的部分 我们讲功能的部分 因为小店长有的时候会看一下 我们YouTuber怎么拍片 他们为什么可以跟着人跑 跟着车子跑 搞半天那只是一件功能 那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想到了 我不可能一边开车 一边带着无人机飞 可是我需要无人机的那个镜头 那他就设计了这一种模式 所以我们这样讲 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有70%以上的这些专利 都是来自于大疆无人机 来自于大陆最主要的原因 另外有一个问题就要问 什么问题 我们一天到晚看到那个松山机场 三不五十的就被无人机恶搞 那那个让我们的那个民航客机 没有办法降落 可是我问一个问题 中国大陆这么多的机场 有很频繁的发生这种事吗 没有啊 可是他们的无人机用的比我们台湾用的多 为什么没有 因为科技嘛 对不对 什么叫做科技 因为他们可以设定地理围离 设定了地理围离 你就进不去 对不对 而不是靠道德 你不要飞在那个松山机场下滑道 不然抓到要罚 问题是你抓不到 然后人家都在那里飞 对不对 你靠道德什么用 靠科技这个年代